王燕輝教授 現在由我介紹第二位講者 王燕輝教授 今天我和謝教授主持這個環節 我是搶著要介紹王燕輝教授 為什麼呢? 因為我和他的名字都是有個宴字 所以我很想掏下他的光 王燕輝教授人如其名 是一時進宴 他在中醫學上 舌頭觀察學上 是有很多光輝的成就 大家都知道 在好的環境 一個壞人都可以變成好人 但在不好的環境 一個好人都會變成壞人 今天王教授就特別和我們講 種子土壤論男政的語訪 王教授 好 各位大家好 還有主持人好 還有先生好 很開心 有機會來這邊 跟大家共享一些我個人的心願 那麼中醫 特別是這個研討會 特別有意思 我每次來 說實在都自己覺得學了很多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從這裡面呢 可以學到的東西很多 因為我們經常開的是很專業的會議 但是這個會議有兩岸三地的 然後還有中醫西醫的 我覺得這幾年我參加了好幾屆 我覺得通過這個交流 大家中西醫的水平都有一些提高 我自己學了特別多的一些西醫的知識 也覺得非常開心 非常收穫 所以也非常感謝 今天我要報告的是種子土壤跟癌症 我現在研究的領域大概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舌相 那我們四月份的時候 就是二零 我們院慶的時候 2016年的十月份 在廈門大學成立了一個 世界中醫藥聯合會的 舌相研究專業委員會 那麼 所以我們把這個舌相 作為一個主要的一個方向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呢 中醫看病 這二十年 中醫的現代化過程 有很大進步 我覺得如果要歸拉起來 最大的進步 大概可以用兩個字來 兩個名詞來說 第一就是相 相是什麼概念呢? 因為中醫看病啊 他主要是靠相來取得信息的 就是說舌相賣相 這是主要的信息來源 主要信息來源 所以比如說我們中醫 這個要判斷一個人 是不是寒症熱症 像舌頭一伸出來就清楚了 我昨天呢 那是前天 12號 在北京開會 然後呢 因為我有一個論文 獲得了這個前國的十大論文獎 中醫類的 然後其中呢 我們在聊跟幾個專家在談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大陸呢 很多的西醫啊 也很愛開中藥的 因為西醫有一些病沒有藥質嘛 所以喜歡開中藥 但是有時候會亂開 你比如說心臟病 那有一個專家是中藥 中藥友好醫院的專家 然後他說 比如說心臟病 明明是一個陰虛的症候 舌頭很 然後呢 他開了生護膛 生護注射液 結果下去病人就加重病情 生護注射 生護就是這個父子 跟人生做的那個注射液 對強救寒症的心衰非常好 但是熱症就完全不行 所以他就有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給這些藥物呢 貼上一個舌相 這個可以下 這個打岔 就跟那香菸盒子一樣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呢 這個相呢非常重要 第二呢 就是中醫的關注點是什麼 就是中醫為什麼會這個 三四年代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說了 梁樹明教授 就是說 中醫是打不倒也立不起來的 為什麼打不倒呢 因為他有效啊 那麼效果為什麼他是 這個有效呢 因為中醫是不可替代的 我們中國工程院 有個院士叫范黛明 他是西醫大家 跟我們剛才的陳彦師一樣 西醫大家 這些大家都有共同的特色 都很自然 那麼他就講過 中醫學呢 他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有一些病 他就是用中醫這個角度方法好 那為什麼這樣呢 這是因為中醫呢 把握到一個關鍵的另外一個點 什麼點呢 就是狀態 狀態 這個狀態呢 我今天講的課題裡面呢 指的是土壤 在這裡用癌症裡面 用土壤來理解可能更好 那麼狀態是什麼呢 就像我們大家在現在這個房間裡面 這個房間裡面呢 呆著 這房間裡面的狀態 就會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健康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講 我們每一個人 在座的每一個人 在這個房間裡面 相當於身體裡面的一個細胞 一個器官或者一個組織差不多的 你都需要呼吸 對吧 你需要這個環境提供支持 好 那麼當這個環境呢 有一些條件 就是一些緯度 發生變化的時候 一些藥素發生變化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舒服或者不舒服 那比如說 所以中醫學裡面呢 要理解中醫啊 我想說 我這幾年很關注的一個點 就是科普中醫 因為中醫是很好的東西 但是弄不好就很麻煩 那比如說 先講寒熱 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寒熱 寒熱相當於什麼 我們這個房間裡面 溫度太高太低 非常像 非常像 當然它指的不是溫度 它也另有所指 指的不是溫度 那麼溫度如果太高了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溫度 大家很舒服 穿的這個衣服剛剛好 非常舒服 那麼如果說 我們這個溫度到40度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要生病了 對不對 從疫防來講 如果你身體上火了 高了一點 你把它調下來 好像你溫度升到40度 你把它調下25度 這個病就不會發生了 這就是疫防 對吧 那麼再來呢 如果說我們這裡面 房間裡面有三個病人 有三個病人 一個是肝癌的病人 一個是感冒病人 一個是哮喘的病人 但是他待著這個房間 剛好呢 環境不好 比如說就是太熱 對吧 中醫講是上火 好了 我把這個溫度調下來之後 從40度的溫度調到25度 三個病人周座 病情好轉 所以呢 很多人問我說 中醫治什麼病 中醫治任何病 但是不見得都會好 哈哈哈哈 會改善 會改善 就像剛才那個道理一樣的 他會改善 但是未必都會好 因為會好 不會好還要看那個病 所以呢 這是很清楚的 就未來呢 應該是中醫跟西醫的高度的結合 所以我想剛才聽陳院長在講這個肝 肝的移植 我覺得呢 我就很想說以後也許呢 肝移植裡面可以加上一個 中醫的狀態調理的概念 移植的患者前後呢 這個狀態調理一下 可能對這個移植的效果 存活力 病人至少病人的病情改善 是有幫助的 所以兩個字好了 第一個中醫的信息來源 像 蛇像脈像 甚至他的思維方式也是像的 像思維 像思維說來很很複雜 實際上非常簡單 非常的簡單 我們中國人最會像思維的 舉一個例子 中國菜就是像思維煮出來的 你看我們煮一大鍋 大雜燴的菜的時候 下多少鹽巴 我們有用天秤去量嗎 沒有 對不對 我們就是大概丟下去 對吧 那麼為什麼我們丟下去這麼準呢 因為我們腦子裡面有裝著一個 我們想要達到的那個味道 對吧 對吧 有一個味道在裡面 對吧 所以大概我們會估算 然後呢 丟下去以後 如果不行 我們就拿一點來吃看看 搖一湯匙吃看看 到位了沒有 還沒到位再放一點 對吧 就到了 這個點就是中醫開要的道理 像思維 像思維 所以這個像思維的內容呢 是非常豐富的 你想一個大雜燴的菜堂裡面 它有多少因素在裡面 但是你要把那個味道調的剛剛好 這個信息量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信息 好了 講了很多了 又花了五分鐘的時間 開了個頭 這是我 但是你這要聽明白了 之後都明白了 這是我自己的背景 那麼癌症呢 大家都很熟啦 我想是不用講了 就是身體在各種致癌因素作用下 極部的組織 異常生生形成了一個新生物 組織一個異常的細胞 本來這個 這個閩南化 竟不啊 新菜龜 本來想種一個葫蘆 結果它生出一條絲瓜出來 這 哈哈 那麼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有無限的增值的可能 就是它 它跟良性腫瘤不一樣 就是它很會長 然後呢 它還會轉移 還會 還會清晰 你比如說 它碰到一個另外一個組織的時候呢 它就直接就過去了 那腫瘤的發生呢 應該說有三個要素 把中西醫的思想集合起來 第一個呢 就是種子 種子 就基因 還有致癌的基因 我們身體裡面有致癌的基因 也有這個抑癌的基因 就是 但是這個基因這一部分呢 應該說是非常理想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查一下 然後呢 我們到底會得什麼病 以後注意多好啊 對不對 那現實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現實呢 不是太令人滿意 因為我本人呢 三個月前去做了一次基因檢測 剛好一個朋友在專門辦一家很好的基因檢測公司 然後 最後檢測下來的結果呢 是怎麼 十六開的 這麼厚的一本書 關於我的事情 然後讀下來以後呢 我說 哎呀我好像什麼病都會得 那麼 不是等於什麼病都不會得 你這就沒有指導意義了 他偷偷告訴我說 真的基因檢測啊 現在還不靠譜 如果作為一個普及性的辦法呢 這個 還是不好用 但是對針對性的是可以 你比如說這個病 這個人家族裡面 某一種病特別多 看看他有沒有被遺傳上是有用 但是如果普及性的意義不是特別大 這是他們講的實話 那這個算是我的行外話了 那麼土朗 土朗是什麼呢 就是疾病發生發展的身體的類環境 也是致癌基因得以表達的 細胞的外環境 那麼我們身體什麼叫類環境呢 就是皮膚之類細胞之外 叫做類環境 叫做類環境 那麼一個細胞要長 它需要一個外環境 就像種子需要一個外環境一樣 那麼如果你的外環境 不適合這個癌 致癌的基因的表達 那麼癌症也不會發生 對吧 所以癌種的產生呢 是致癌基因呢 加上一個核濕的土壤 也就是類環境這樣導致的 所以健康 所以這個理論呢 這個 這個理論呢 還是可以用到 另外可以用到我們的養生 養生 所以一個人 怎麼能活得健康呢 也是這樣 那麼第一呢 就是你要一個健康的種子 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再來 但是種子呢 它實際上是沒辦法改的 目前為止 是沒有辦法改的 那麼 我們比較能改的就是土壤 就是土壤 所以改善 改善這個土壤 是我們能做的事情 是能做的事情 那所以在養生上面 怎麼改善土壤呢 那最重要的 還是那離不開中醫的 裡面講的寒熱敘事 就是調體身體的狀況 首先 今天我們要把身體搞得不寒不樂 老是不寒不樂 那麼太熱引起的病就不會產生 太寒引起的病也不會產生 還有呢 不虚不食 就剛剛好 那麼身體裡面的虚實 虚實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身體的某種物質 太多或者太少 太少呢 就像是虚症不夠 就是虚症 你比如說 我們這個房間裡面 那在中醫理論呢 它是高度抽象的理論 那身體我們有哪一些物質呢 有那麼三四種物質 第一 氣 那麼氣就相當於我們現在環境裡面的氧氣 這氧氣如果夠了 那些細胞就活得很好 如果氣不夠 它就要氣虛了 直接的表現就是呼吸困難 那麼氣呢 那麼氣呢 如果堵住了 叫氣質 那也會有別的病 好 那麼 另外呢 身體裡面的一種物質叫精液 就是身體裡面的液體 就像這個環境裡面的濕度 這濕度如果太高 叫潮濕 叫潮濕的病症 潮濕的體質 濕度如果不夠呢 那就是殷虚 就會殷虚 那這是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物質 就像這個環境裡面的一些要素 另外一個就是血 就是血 血的概念 這血的概念跟西醫的血有點像 但是還是不一樣 還是不一樣 身體裡面血太多太少 太少叫做血虚 那麼如果是堵住了 叫瘀血 堵住了就叫瘀血 所以很多病是瘀血造成的 那麼好了 另外呢 那個 如果從養生來講呢 它最重要的概念是 要補聖經 聖經 那麼為什麼聖經那麼重要呢 聖經那麼重要呢 這是因為呢 身體的物質都是從這個聖經 變出來的 這是根據道家的理論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這樣子變出來的 所以就是在那個聖經 所以跟西醫的想法 以後要怎麼去溝通 有待我們大家的努力 那這個發生的機制 這個是比較西醫的 本質上 腫瘤是一個基因病 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面呢 這個導致DNA的損害 然後呢 使一個細胞呢 變成了一個正常的細胞 變成了癌細胞 然後還經過漫長的發展呢 它變成了一個癌種 那麼實際上腫瘤呢 這個的發生呢 它的時間呢 是很長的 一般來講呢 從一個癌前病變 一個癌細胞 到一個真正的 所謂的癌症的病人 要大概有十年的時間 所以有好長的時間 讓我們慢慢去改造土壤 這可能如果 所以這個問題 所以在預防上面呢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在癌症的預防 我們怎麼能夠 讓我們不得癌呢 那要從這幾個方面去瞭解 第一呢 是基因的檢測 基因檢測 那我前面講了 基因檢測 現在還是不是太靠譜的 不是太準 怎麼辦呢 那有一個 另外一個辦法 很簡單的 不花錢的 就是家住室的調查 你看家住室 實際上家住室的調查 從臨床來講 從實用性 我看是不牙醫 基因檢測 不會花錢 但是作用並不牙醫 來基因檢測 調查一下 我們的父親母親 這兩條 這兩個家族裡面的 癌症病人多不多 這就會了解我們的 這主要是 要了解易感性 容易不容易得這個病 就是容易不容易得這個病 那中醫呢 靠什麼呢 就是中醫辯證 來了解身體是不是處於 容易長腫瘤的土壤 就是類環境是不是容易長 這一個呢 是中醫可以做的 那麼 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 我們一個附屬醫院的一個老西醫 一個女 那個50歲左右 應該是51還是52 一個老西醫 然後她呢 家住死很不幸 父母親都癌症死了 所以呢 她就很擔心她也會得癌症 所以是每年都做體檢 每年都做體檢 結果呢 最終她還是 一發現又是晚期 一下子肺裡面有三個 但是都很小 但是在不同的位置 那她就跟我講 我說怎麼搞的 還是這樣 還黃都黃不住 我說你看你的舌頭 她的舌頭呢 就是很紫的 舌台很厚的 我說從中醫來看呢 你這個身體的內環境 早就很容易長腫瘤了 就很容易長 好啦 她說是啊 她我看我的舌頭 真的跟人家不一樣 有十多年了 我說你看 視而不見 時機浪費了 所以呢 這個是中醫做的事情 那麼西醫學呢 在現在的型態學檢查 能夠做什麼呢 就是了解你 是不是長了腫瘤 還有什麼性質 中醫摸脈 能不能摸出來 你哪裡長一個腫瘤呢 基本上做不到 因為我們摸脈 主要能夠摸到的 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就是身體的寒熱虚死 這些概念 我們可以 但是你要摸出 要求我們摸出西醫的 那個病出來 那要西醫幹嘛呢 對吧 對吧 所以這個有人可以做 實際上我有時候也能做到一點點 但是非常的困難 非常的困難 不是不可以 可以 我們大概 我們在推 我們經常用推倒的 會推倒的 所以要知道這中西的差異 那麼 所以通過中醫呢 在疫情上面呢 通過家族史 我們可以了解 我們是不是抑感 還有呢 通過辨證 來判斷身體是否 是處於有利於癌症 發生發展的一種 這樣一種狀態 還有呢 可以做什麼呢 中醫呢 可以通過辨證論治 就是以陰平陽明為目標 來調理類環境 調理好了 你就不容易生病了 就不容易得這個病 那比如說 有一些人呢 可能發現 有癌配抗炎膏 比如說有腫瘤標誌膏膏 這時候呢 用中醫調理呢 就往往可以把它調好 就可以調好 好了 那麼而且中醫調理呢 它還有一個好的地方就是說 它不單是腫瘤調了以後呢 不容易長 它調了以後 什麼病都不容易得 因為狀態很好嘛 對吧 它是全身的 好 那在治療上面做什麼事情呢 中醫在癌症的診療當中 它做的作用 主要呢 我們中醫的治療呢 主要是土壤改造 通過辨證論治的辦法 以辨證論治為法 以陰平陽明為目標 來調理身體的內環境 以浮症氣邪為治者 來氣邪浮症 消除這些病理所謂的病理產物 就是把這個土壤調到 不容易 讓它不容易長 已經長了 讓它長得慢 來自於最後呢不長 甚至消掉 這是有可能的 你比如說就像我們一個房間 因為很潮濕 某個東西發霉了 我們當把房間的濕度調到很低的時候 它慢慢可能不長 最終消掉 這臨床上都能見到 所以這個是中醫的一個最主流的辦法 或者說中醫跟西醫不一樣的 的辦法就是改造土壤 這是它不可替代的一個方面 另外呢 傳統上面呢 也有一些以毒攻毒的辦法 這些辦法呢 包含著非常 這些辦法的治療呢 在理念上面呢 環島非常像西醫了 你比如說用P霜來治療白血病 對吧 在座很多中醫 你有沒有吃過P霜來治病 沒有 養生更沒有 你知道P霜寒還是熱嗎 沒人去關注它寒熱 對吧 所以P霜治療白血病的理解呢 用西醫非常好理解 因為它能夠殺面癌細胞 能夠使癌細胞凋亡 對不對 你要用中醫去理解 對不起 環島沒辦法理解 所以非常棒 我們這個世界剛好有中醫跟西醫 我自己感覺 世界上的病 如果說每個病人 在不管是你在醫房上面 在治療上面 能夠得到中西醫的 非常密切的 非常科學的配合 大部分病都會非常好的療效 而且每個人應該都會非常健康 因為都關照到了 剛好是互補的這個協問 那中醫學怎麼來認識這個腫瘤呢 它是認為腫瘤是一個 它的實質呢 是一共病理產物 就是多有一些東西多出來了 就剛才講的 人體的身體呢 有叫做氣血經液經這麼幾個物質 那麼這幾個物質呢 停留在某個地方 本來是身體有好處的東西 現在變成對身體有壞處了 這個就叫痰絲 就像痰絲 就叫痰絲醫學 那長成一個瘤子呢 就叫腫瘤 那在中醫學裡面呢 實際上它這個良性跟惡性 它的道理是差不多的 就像說 我們比如說家裡長了 因為環境潮濕 長了發了霉 結果霉還不同顏色 這個長著黑色的霉 這是紅色的霉 但是條件是一樣的 都是潮濕 所以它的關注點是在這裡 它的關注點在這裡 好啦 那實際上呢 形成的原因呢 中西醫的認識差不多 但是就是有 有這些原因容易造成土壤的惡化 比如說精神壓力大 飲食啊等等問題 大概有這麼幾條 精神壓力大 這個睡眠不足 導致了中醫叫氣機不暢 中醫特別講氣 氣機不暢是什麼 就是氣機沒辦法 硬撞的很好 硬撞的不正常 那理解到這裡怎麼理解呢 太好理解了 怎麼理解 比如說我們某個人 正常情況下 我們生活很有規律的話 那麼身體裡面的 所有的系統 它都很正常的工作 工作的非常正常 那當你非常忙的時候 那麼就有一些系統 工作的太過分 另外一些系統呢 就沒辦法很正常的工作 對嗎 那沒辦法正常工作的 那一部分系統叫什麼 就是這個氣機不暢的系統 那麼當我們很忙的時候 那個免疫系統 氣機不暢的時候 癌細胞是不是 就沒有被很好的消除掉呢 它是不是又有機會長了呢 好了 那麼 那從中醫理論是這樣 氣機不暢就導致淤血 然後呢 慢慢形成 這裡面呢 中醫裡面的氣機 大概呢 在以西醫來理解 相當於功能性的疾病 功能紊亂 到了痰絲淤血呢 大概就是一個氣質性的病變 就長出一個東西來了 那個概念 所以呢 由於病理產物 因距在體內 內環境的失調 就導致了這些個 癌細胞的產生 還有癌細胞的生長 那所以在中醫裡面的 關鍵就是四個字 病理產物 痰絲淤血 這個是我們關注的病理 那這個是一個 這張舌頭呢 這個舌相呢 是一個比較相對經典的 一個舌相 就是一個人呢 往癌症變化的時候的舌相 那麼 這個是比較正常的舌相 這個是晚上熬夜的人 人一熬夜呢 舌尖就紅 為什麼呢 因為舌尖呢 在身體裡面的反應區 是人的腦袋 所以你腦袋 晚睡覺 老沖血 對吧 舌頭也 舌尖也沖血 就是這個道理 好 那麼這個呢 所以 一個人如果是老是不睡覺 老是所謂這個 太興奮的狀態 那麼舌尖 就是中醫就叫氣智 氣智了以後呢 慢慢呢就會 痰絲淤血 產生 這個就非常重了 到這裡就非常重 如果到這裡呢 一定長東西了 只是長什麼而已 就是一定會長 痰絲淤血的病 那就是一定會長東西 腫瘤啊 良性的惡性而已 還有什麼 有一些東西堆積引起的病 比如說老年癡呆 這些病 心血管病 比如說冠心病 這些就會產生 總之身體有東西堆在那邊 多吹一些東西來 好 那這是比較健康的舌頭 是健康的舌頭 所以呢 舌相呢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舌相呢 如果我們的舌頭呢 一直很健康 看起來很健康 就表明你的身體的狀態是非常好 是非常好 這就是一夜之秋啊 好啦 那中醫的智責呢 就是所謂浮正氣血 好 浮正氣血 好 主持人我可以再講十分鐘嗎 還是 因為我實際上才講二十分鐘 好 才過不到 好 那 我想快一點 因為我看他們進來了 我自己調的是 才講二十多分鐘 好 好 那浮正氣血呢 就是補跟蟹的問題了 這裡面呢 在腫瘤當中呢 要特別小心 癌症的治療裡面呢 你一定要判斷清楚 它到底是虚症還是實症 搞錯了就麻煩 就麻煩 那大概我們最常用呢 大概一個是活血化儀化 痰痴 化痰 化痰 善解化 還有理器化痴化 這個比較中醫的事情 不過如果看到舌頭是指的 大概就是醫血 可以用活血化儀 如果看到舌胎是很厚的 叫痰痴 那麼就要用去式 這個是 就要用去式的方法 還有呢 如果是 人的邁向很弦 那麼就要用這個理器的方法 那麼在癌症的治療當中呢 不能光顧氣血 還要注意呢 跟其他方法的配合 比如說舌頭如果熱的 一定要清熱 如果寒的 一定要溫氧 要調整寒熱 還有呢 一定要注意患者的飲食 要保持他的飲食呢 一直處於非常好的狀態 食欲好 才能吃飯 才能吃藥 還有一定要他睡眠好 睡得好呢 這個身體才能康復 再調理脹腹 還有調理脾胃的辦法 這個 因為比較專業 如果等一下會後 有一些中醫要跟我底下商量呢 我們再來 再互相交流一下 這是疏肝理器 如果有肝液腺的話 可以用疏肝理器的辦法 另外呢 就是到晚期呢 經常有肾虛的 還有用補腺的方法 那麼 那如果是有 有肺氣的問題呢 有磕喘的 就用先肺的辦法 那麼 中醫治病啊 一直有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 怎麼定性定量 定性定量 實際上中醫的定性定量是 如果會做是非常準的 定性定量 那麼一般呢 我們是通過舌相賣相來定性定量 比如說你要用補藥 那肯定要靠摸賣 比如說 要用補氣藥擋身黃旗 那肯定是誘冠賣的吸損是必須有的 如果有關虛 那你就用 那麼如果沒有虛 你就不能用 這是就是標準 那麼 比如說你要用活血藥 那舌頭肯定是指的 沒有你就不能用 要 所以要看得很準 這是一 通過相來定位 不是通過症狀 另外呢 還要通過治療的反饋 用藥後的變化 來瞭解病情的進退 來修正方向 調整藥量 來準確的用藥 比如說今天用了補氣藥 一開始用了 下 一看這個麥很虛 我用了30克的檔森 但是這個麥呢 一點不反應 還是很虛 下一次就100克了 就100克了 100克還不行 150了 150再不行 可能就是200克了 所以我用這個補氣藥 有時候用到兩三百克 也是很常見的 那怎麼用呢 就是靠舌槍邁槍 要沒有根本沒辦法用 所以中醫的看病 有一點像導彈打飛機的 就是大方向出去 只判斷一個 你有沒有彈食淤血 大方向出去 但是要根據用藥後的反應 再修正 以後就非常準確 非常準 那麼 我用藥呢 是中醫界 大家看了都怕的 因為用藥量很大 但是用藥大呢 風險就大 醫生最開心 我看我們陳院長 幾張圖都笑得特別開心 當醫生的都這樣 病人治好了 那個笑容是天下最燦爛的 發自類型的笑容 但是呢 你那要出問題也是很麻煩的 所以這裡面呢 就是要看你的 這個像的功夫了 那但是呢 又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用輕了 病重了 你跟不上那個病情 也耽誤病情 對吧 但是用太多呢 又會出問題 所以呢 這裡面呢 要把控好了 就要看 還是一個像的問題 典型的一些案例 這一個呢 是我一個病人 70歲 到現在跟著我吃藥 一個老幹部 離休老幹部 2000年時候肺癌 吃到今天 86 80 今年87歲了 身體非常好 他吃的中藥 我給他統計了一下 三人而住 半下人輕 每一樣 每一味藥 吃了170公斤 幾乎 就是這個老人家 前幾天還來找我看 非常好 他已經不是在治病了 老實講的 是在養生而已 做狀態 每一天調調的很好 他就很健康 這個是我們下代一位老教授 他得肝癌 他對我很信任 他年齡大 也80 今年82歲 然後他不願意手術 然後就吃中藥 吃了兩年 結果呢 癌症呢 從兩個公分 2Cm 漲到3Cm 不過再吃一年 消掉 就消了 那這個是一個乳腺癌的患者 95年的骨轉移 到現在還存活得很好 緩緩緩緩緩 曾經一段時間完全好了 治得連骨轉移都好了 那後面呢 因為不吃藥 又出來了 到現在還活著 這個是他個 有一段時間完全好掉 那這是我們廈門一個名醫的 漳州的一個醫生 漳州的一個醫生 是衛生區的局長的老媽 82歲找我 乳腺癌 很大當時 因為乳呢 12Cm大 很大的一個乳腺癌 然後呢 淋巴也有轉移 可能 然後呢 他就吃中藥 結果很快 吃了一週呢 就消了一半 吃了兩三個月呢 他就完全好了 這老人家呢 到現在為止 還經常來找我 這個是應該是 幽怜 找我看的 後來完全是調癢了 這個乳腺癌完全好掉 他女兒自己是西醫的婦科 所以他能夠下決定 就是說 唇吃中藥 這是一個晚期 剛來的病人 很久了 這個是我來的時候 2015年首診 現在16年 12月26日還來診 非常好 他剛裡面好多個 這一個病人呢 是我說最奇葩的 16年的六月 這個看的病人 這個莫診呢 是就是前幾天的事 1月10號 這個病人呢 肝癌呢 也不小一個 然後呢 他也是不能手術的 手術不下來的 這可能只要肝移植才行 這老人 這個人呢 太有意思了 這人還天天抽菸啊 我說你能不能不抽菸啊 不喝就完 他說可以 改成一天抽一包 然後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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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得兩支啤酒 結果 直到現在為止呢 你看 接下來 孩子小了很多 知道活得很好 反正我沒他辦法 我一直叫勸他戒 戒煙 一點沒有辦法 好了 那這個是以前我的導師 上海的一個名義 這個叫做 錢博文教授 以前他教我的 這是我們蛇像委員會的一個logo 如果大家有興趣啊 可以掃描啊 加入這個協會 可以有一些資料給大家 這個是夏大 的情況啊 非常感謝 這個 何鴻生 醫療拓展基金啊 給我們一個機會 把夏大跟這個澳門跟 香港中文大協連在一起 謝謝大家 這是我們一個logo 謝謝黃教授